有一种说法是说 不管脾气多好的人 只要开起了车都会变得脾气火爆 开车有这么强的魔力吗 其实还真是这样 之前就发生了一件因为超车而引起的大事件 在今年6月20号的晚上 李某、刘某和王某三个人从饭店喝完酒之后出来 骑着电动车准备去KTV 刚出饭店 一辆白色线带从身后快速超车 令他们非常不满 于是三人就骑着电动车追赶白色线带 并且一路辱骂 刚好白色线带也做出了两个罪汉 周某和高某 周某和高某听见了骂声非常生气 在司机拐弯减速的时候突然跳车 随后在后面追赶来的李某、刘某和王某打在了一起 逗偶期间王某的头部被重重打伤 血流了一地 虽然赶紧被送到医院去抢救 但是还是没救回来 李某、刘某和王某三人也随即被警方逮捕 判处了故意伤人的罪行 尽管三个人都很后悔 但怎么也换不回一条人命 这样的不良后果 他们都没法承担 就这样 仅仅因为一次喝酒之后无意见的超车 就大声辱骂 大打出手 甚至还出了人命 随着经济的发展 有车一组越来越多 并且也有年轻化的趋势 尤其是年轻人 开车的时候脾气火爆的占多数 即使平时文静的人 在路上看车的时候 看到有人超车 听到有人炒自己按喇叭 看到电动车突然从小路上串出来都忍不住生闷气 有时候还会破口大骂 方向盘难道真的有这么大的魔力 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性格 其实主要问题还是在司机身上 开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情绪平稳 多谦让 千万别开情绪车 小心使得万年船 毕竟自己的生命安全才是最重要的